现在在全世界 佛教 我概略地想了一下 至少有六种 不同的形式 我们要知道 第一种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他老人家一生 是职业老师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本身的身份 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他不受休非 他的生活很简单 日中一时 暑下一休 一生没有建学校 在什么地方教育生活呢 深爱灵属下 人数不少 所以我们现在想想不简单的 长随重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是不离开他的 临时来的 我想至少也有这个数字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讲学听众应该有两三千人 那个时候 没有这些科养设备 在旷野 那人要是听不清楚 还能有兴趣跟他吗 晚上在树底下 风吹 日晒 日打 他都不怕 这金刚不坏人 日中一时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没有一种分别 那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身体 我们想想 无法跟人相别 我们到野外住上一个晚上 第二天到家户并放 怎么能跟人别 都不是一天两天 四十九年 过这种生活 能叫人不佩服 真有功夫 身心健康 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 原原本本的佛教 老人家一生 没有建道场 有他道理 因为建道场 就有人 起歪念头 怎么样的 得到这个道场 他没有 他知道后人 会议 有这些副作用 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们应当学的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 道场 国家建立 大副长者 他们建立的 都叫射风道场 不是私人的 道场里面的管理 是自己管理 没错 一些 执事人员 是选举的 所以这个选举制度 最早是在佛门 住持当家 都是选举的 任期 因为什么 那是服务 服务 不能老叫他服务 每个人都要 都要有 有这种 这个义务 完全是义务 所以每个人 至少都要有一年 寺院里面 这个 纳月三十 宗词 选举 选上来 第二天 这个 新选的人 正月初一 就值 三十 总词 所以它是 这么好的一个制度 不会有人增 真的叫 宣贤 越能 来主持到这 所以它是一个 教学的结构 那么在中国 这就有了制度了 正式上轨道了 就正式办学了 释迦牟尼佛 那是私人教训 像孔老夫子一样 私人教训 传到中国之后 就有了制度 这个制度叫 丛林制度 这是方先生 过去给我讲过多次 至少有十几次 印象深刻 佛教要兴旺起来 一定要恢复 丛林制度 丛林制度就是学校 正式办学校 丛林的主席 就是校长 手作就是教务长 维诺是殉道长 建院是总务长 跟大学 这个职工 这个分配的学校 完全相同 名称虽然不一样 职责手是一样的 它确确实实 是一个学校 这叫过去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的时候 佛教变成宗教 应该是 家庆以后 我们在乾隆 家庆年间说 这个 中国这个 寺院聪明 还是家庆 高僧大德 代代都有人 那么现在 变成宗教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 所以第二种是 宗教的佛教 你看 以金灿佛寺 法会 以这为主 将军 教学没有了 就编织了 第三种呢 变成学术了 大学里头 这学习里面 有用佛经开阔 我也教过几年 变成学术 都编织了 第四种呢 在中国内 观光旅游 观光旅游的佛教 还有一种呢 很新的 很时髦的 企业的佛教 还听说有上市的 企业的佛教 最后一种 邪教的佛教 那是打着佛教的招牌 其实跟佛教 风马流不相干的 像这个 所谓法轮功一类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 所以至少有六种 不同的形式 那我们修 就拿一种 这都搞清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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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